今天解的就是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所应 是这样子的 看起来好像好多手 本尊在中间 他的手千手千眼 你在解本尊的手应的时候 你就要观想千手千眼 到了你的头顶 化成光 进入你的中脉 在你的心中莲花 站定 然后一直生长 跟你的生子一样 你也伸出千手千眼 然后你持他的咒 你持他的咒 持他的心咒 观想他进入你的身体 观想你自己变成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 然后结他的生命 手应 这个就是合体的一个方法 所谓命教 就是训练你跟本尊合体 你一合体就有本尊的法律 这个时候当你合体的时候 你要想做什么 就是你自己跟本尊两个合体发挥出来的力量 叫做合体的法律 所以我讲呢 我就是佛陀 是因为我跟佛 佛陀合体 我就是金刚杀陀 是我就是跟金刚杀陀合体 我就是洗金刚 是我跟洗金刚合体 所以这个便没有狂 没有傲 是我合体 然后人家会讲说 你好自大 你是佛陀 其实不是 我是跟佛陀合体 我变化成为佛陀 这个合体以后 就叫做变身 如果你不合体 这个佛在那里 我在这里 没有合体啊 那没有合体的话 佛是佛 你是你啊 根本是二 合体就变成一 依旧产生力量 密教啊 就是讲合体跟变身 我讲了一个很简单的比喻 就是这样子 你今天修本尊法 修本尊法 我跟本尊相应了 能够合体了 入我我入 能够合体 number one 很好 因为你一定能够到本尊的地方去 绝对没有问题 如果你能够这样子 很仔细地把它观向 入我我入 真正的合体 真正的变身 那么继生成果又有什么困难 所以密教里面啊 要修观想 观想要仔细 要很细 念咒要真心 你持的咒要真心 你觉得手印 跟你的本尊体是一样 像你看 牵手 牵手牵眼 看 好像牵手牵眼一样 牵手牵手牵眼 都在这里 那么因为你有牵手牵眼的身印 又有咒语 又有观想 这个合体以后 你就有牵手牵眼的法力 就会帮我